在此前的提表检验当中 周易武教授已经初步推断 两名死者是死后焚尸 在检验两名死者口腔之后 他发现里面都有烟灰 但是量却非常少 这也符合死后焚尸的特征 假如说人死亡之后 这个嘴并没有完全闭合 那么受到现场火场 比如说火焰的灼烧 或者有风或者是建筑物的塌陷 都有可能导致烟灰 在死亡之后依然有可能进入口中 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周易武决定打开死者呼吸道 做进一步检查 作为一名指导三十余年的老法医 在划下这一刀的时候 依然甚至又甚 死者气管内壁呈现出的状态 将成为确定案件性质的关键 如果是生前烧死 受热的气体 蒸汽 有害的气体 会被吸入到呼吸道 被呼吸道造成烧伤 所以在呼吸道 可以看见一些碳末和灰尘 那么它可联益混合起来 形成一种特殊的一种颜色 黑色 发现了这种真相 一定是生前烧死 解剖后 死者气管的内壁呈现在周易武面前 那么这个尸体 从口鼻 咽喉 气管 支气管 都是干净的 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 那我们认定 这个死者是死后粉刺 与此同时 死者皮肤水泡的检验结果 也验证了他的推断 这案的水泡 经过分析 蛋白含量非常低 皮肤水泡的蛋白含量低 说明母女二人是死后粉尸 那么他们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呢 检查到死者的胸腹腔和颈部时 周易武终于发现端倪 在他的颈部 发现颈部大血管周围有出血 另外在他的肺部 也有烧伤比较重 两名死者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些现象说明 他们都是颈部和肺部 遭受锐气刺窗后 休克而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